欢迎收看本周的时事新谈弹 我是志正 农历新年的假期刚过去 华盛还沉浸在佳节气氛 但病毒也跟着臭热闹互步高升了 不过卫生部却叫大家不用太担心 不过咧 根据预测接下来几天那几周病例还会继续飙高 只要有打疫苗就不用太怕 因为现在每天只有1%的人是重症患者 看来丽也讲病例会暴增是因为Omicron发胃了 不过还不用太担心的 因为住院和死亡率还是受控 不过现在还出现了传染力更强的Omicron妹妹VA2 真的不要开玩笑咯 然后现在有百多个活跃的教育机构感染群 今年1月就有9000多个7-12岁的孩童重招 还好现在5-11岁的儿童已经开始打疫苗了 讲了很久的Omicron浪潮 这次真的来了 那根据卫生部的估计 未来几天的冠病确诊病例还会持续飙高 我们似乎还是逃不过万万生的单日病例 卷土重来 不过不同的是 这次我国几乎已经万事俱备 尤其疫苗接种率达到非常良好的水平 重症患者也大大减低 接下来要快马加鞭的 就是加强继合儿童接种率 除了新双假期的人群 大量流动和聚会导致疫情回升 别忘了接下来还有一场柔佛周选即将来临 虽然还没有开始选战 但朝野政党已经火力悬开 推荐候选人和造势活动 那去年的两场周选成功控制疫情 但如今在Omicron的夹击下 柔佛周选又可不可以躲过一波疫情呢 老话还是那句 SOP千万别松懈 防疫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出席聚会前切记自我检测 绝对不能因为重症病例少 而抱着侥幸心态 民众太给力了 为国家经济复苏做出很大的贡献 又不遵守SOP 再加上政府袖手旁观的态度 所带来的优秀表现 现在的人已经不怕了 现在怕的是吃不到好东西 4月开始下降 然后Salamet Hari Raya 最近国人面对肉鸡和鸡蛋供应难求 被迫买贵鸡贵蛋的问题 大缺货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有买菜的人一定知道 肉鸡的价钱从去年尾开始就涨不停 老百姓一直要吃贵鸡 现在肉鸡的供应少到 就连KFC也缺货买不到炸鸡 也有很多人complain 现在炸鸡小都可怜 然后校部长就解释 这个是因为饲料起价很够利 几少会越卖越贵又缺货 OKOK 大家的complain政府听到了 首先在31号就宣布 从2月5号起到6月5号 肉鸡的零售顶价会降2毛到8块9 不然每公斤要卖超过10块了 政府也会开放申请全鸡进口准证 哎呀本来是好事来的 不怪PMO发的video又给眼前的网友抓到把柄 你看你看 拍到首相开会的时候 做时买着很贵的法国高级光泉水 搞到高官又被骂不实人家几苦了咯 喝香贵的水 鸡子降价2毛啊 也是很逢吃一家 结果不只是鸡 现在连蛋蛋也是很难找 不过贸销部就解释 根据贸销部的解释 全国面对肉鸡和鸡蛋短缺 是基于气候因素和饲料涨价的问题 在这起事件上 贸销部是责无庞贷 务必提前做好准备 避免消费者掀起抢购潮 进而导致市场缺货 既然已经知道 加节期间需求量会激增 那贸销部也应该采取规划方案 和生产商协调及监督产量 避免在加节期间供应不足 更激其民怨的是 在老百姓大赶吃不消的同时 还要发生首相高官喝贵水的争议 正是这种猪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的不平衡现象 才会让政府高官如此不接地气 加深了民众的不满 目前只能希望加节假期结束 再加上物流恢复后 可以让鸡蛋和肉鸡短缺的问题 尽早改善 至少不会让老百姓 继续吃贵鸡贵蛋了 贪官们的经济好得很 是你的经济不好而已 海归对水比较讲究 连救命的救护车 都要给他让路了漏 一瓶水算什么 好了感谢您收看 这集的时时之战 但看完节目后 记得在底下留言 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我是知政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